當時12時多,當時發生了什麼事呢? 就是突然走走走,後面好像有人怕我一樣 原來是用刀頸很大地批了一下 我也是約了朋友出去,我遲到 我以為是我朋友在後面追上來怕我 那我沒有什麼反應 那你轉頭的時候,你見不見到他的樣子 穿什麼衣服? 他的樣子我看不到,因為他戴帽戴口罩 我始終都穿瘋生牛仔褲球鞋 那你自己是因為在將軍澳住,還是在將軍澳工作? 因為我在將軍澳住,路走了十幾年 所以我都不會特別留意,沒有出過字 那當你零轉面,見到那個人之後 那發生了什麼事呢? 我才拔開一條手機 然後就看到我剛剛在樓下經過,見到那個叔叔 他不知道為什麼會跟著我 你說就是斬你那個,戴著口罩,你覺得他是叔叔? 然後斬了兩刀之後 然後再第三刀就在我三頭肌的位置 拉到前臂,20cm左右 斬了幾組肌肉 是不是見骨呢?會不會? 還有那條靜脈血管斷了 見骨的都有見骨的 很大聲 那一刻我自己的人才醒來 才痛 然後我喊了一聲 哇 然後我退後了兩步 然後他聽到我喊 又退後了兩步 我清醒了 知道不可以害怕 我問候了他媽媽一句 一開始假裝跑前 他害怕,他疼了 我看到他看著,看後面 然後看到一對情侶在那裡 我也看到隧道口 他害怕 然後我說你不要走 然後我衝上去了 我真的跑上去了 他害怕,他跑上斜路 我追到斜路一半 我感覺到我的手好像開水口 那些血體好像水口一樣開 我說不行了 然後走回去隧道口 叫對情侶幫我報警 但其實經過這件事 我想心理陰影都很大 都有想過 因為為別人想為止 見到自己媽媽媽 但沒有戴口罩 穿風衣 閃閃縮縮縮的 我都見到都會報警 因為試過自己 那些事 都不想讓別人有事 會不會不敢出夜街呢 那我不會 我覺得 意外 如果不要說出夜街 八點幾都有 之後到七點便有 我覺得是不能避免 避無可避 真的避無可避 要來就來 但現在你是活動自如 受傷 例如我還沒上班 手能不能動 不行 還沒上班 手能不能動 陳梓杰連中三刀 傷了左手